慢慢再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回圈里面经常还有所谓的brake brake是强制停止的意思 意思说他看到brake他就停掉了 比如说假设我回圈 我可能gave到1到1000就到999 但是实际上我不要跑那么多 那可怎么办呢 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多一个brake 刹车一幅什么呢 一幅I的值 假如说它大于99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brake掉 因为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它变成加到99 假设我没有加刹车的话 你会发现输出 它会跑到999 这么多的 可是如果我加了这个的话 意思是 我把它加一个刹车 到99 那也就是说 可能这个数字将来是一个 可能会突然出现的某个状况的一个变数 那我可以把它加到这里 如果有那我就要赶快刹 brake停掉了 OK 这个就是额外加的 不过这个数字的话 至于要多少 这样你可以是一个变数 OK 那我把它brake掉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只要遇到什么 遇到这个brake 有没有 也就是当这个I的值 它比如说它1234 一直到100了 100 如果当I的100 100已经大于99了 那这会怎么样 brake brake意思说跳出这个回圈 意思就是说 遇到这个brake之后 它就自动就跑到这一行 第十行 就做输出了 应该可以懂个道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OK 那另外的话 第二个部分 在回圈里面 还有常常会用到所谓的continue 这continue 当然我们字面上的意思是继续的意思 不过在无论是python 那在java也一样 它意思 我的理解是 我把它理解成跳过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上面的叙述为true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continue的时候我就跳过 那所谓的跳过意思是说 我就比如说遇到这个上面的状况 i%2等于0 意思说能够被2整除 就是所谓的它是偶述的 偶述下面这一行的话 它就什么 continue意思说 跳回到上面的后回圈 而怎么样 而不执行下面这一行叙述的意思 OK 这个叫continue 什么时候用到 跟各位讲 会用到 但是很少用到 说这样 我诚字写这么久 还很少用到continue 但是有没有可能用到 还是有可能 可是我是觉得continue 不是那么好用 OK 但是你还是要至少要知道 所以我也不能不讲 OK 所以我有讲 但是会不会用到 好像很少 但是你是要知道 continue这东西 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的step 这个step的话 就是说如果今天假如 我在这边加一个豆点 2的话 特别注意 range后面 第一个是起始值 结束值 然后后面第三个参数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step 所谓的step 就是说它输出间隔 这个间隔多少的意思 预设是1 意思是说 假设说我i从1开始 下一个如果间隔的话 间隔1的话就第二个2 3一直往后 那如果你这个数字 假设是输入2的话 那它变什么 1 间隔2就变3 再间隔2变5 就变7 所以特别是说 如果你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你再执行 你会发现 最后的那个上b 应该等于0 因为它其实step的部分 已经就跳过了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后面加step 假设你要 直接单单只是计算 奇数或偶数的话 也算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 如果你用step 假设我们刚刚这一题的话 其实如果我不要上a上b的话 不行 一定要上 那我其实可以怎么写 不过可能要变 要写两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就是变成说 我第一个step 就是一个第一个回圈是 假如我写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是激素的 有没有 那我再来怎么样 我再做一个偶数的 偶数的话 一样是范围 从2开始了 有没有 2 4 6 8 10 然后一直到多少呢 到98 所以98的话 这个数字就99就好了 有没有 那倒点2 然后把后面的这个数字改成什么 上b 这边改成上b 有没有 这样的结果的话 输出结果 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输出结果 跟刚刚的也是一模一样 ok 有没有发现 那你想说老师哪一个写法比较好呢 哪一个比较快 其实相差大概百万分之一秒 意思是差不了多少 不过如果以资料量多来看 当然写的回圈数越少 执行的速度越快 ok 所以没事的话 当然尽量不要多写回圈 如果一个回圈能够解决那件事情的话 你就不要写两个 这是我的经验 ok 但是说真的 一般 因为主要原因是以前的电脑跑得太慢了 以前的记忆体太小了 所以会跑到当机或跑很慢 但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了 以前会care的那些效率问题 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 现在只要怎么 你写得出来就好了 写得出来 不要写错 ok 那效率不要差太多 你不要说差个好几秒钟 那当然不ok 那如果你差个千分之一秒以内的 那根本你什么写都ok 我不care 反正能够写出结果来 就是对的结果 ok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习惯的一套写法 我觉得这还比较重要一点 要写得顺 那这个顺的意思说 你要写的第一个要正确 第二个的话也要写得快 又正确又快 所以请各位有两种写法 这方法二 请各位也把它写出来 如果两个方法你都很快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ok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像我自己的习惯 同样一个程式 我可能会写好几种解法 然后我再去思考 到底哪一种方法 对于我自己写的方式 会比较 怎么讲 比较好 好去叙述这件事情 然后将来的话 也比较不会产生bug 可能他要想这个bug越少越好 ok 然后写起来的话 将来回头看这个程式 我也不要说 我连我自己看 我自己写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那种写法其实就不是很ok 最好是那个程式一看 这程式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 这样也是一个考量点 因为未来你那个程式 第一个大概不要有bug 不能里面写错 第二个的话 你可能还会有维护的问题 那所谓维护问题 你这样回头 假如程式有错 你要能够马上知道哪里发生错误 不要说你写的那个程式相当的漂亮 相当的有水准 可是问题 连你自己都看不懂你到底在写什么的话 那说真的啦 那个即便有水准的程式 倒也是有点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以前就做过这种事情 我自己写那个程式 不断的在钻研 不断的在想有没有更好方法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发现 好像直为难我自己而已 为什么 因为最后连我自己看 我那时候怎么一直在钻这个牛角尖 明明可以把程式写得简单易懂的 我怎么把它写得好像整个都写得有点 虽然有水准的东西看 这程式写得超好 但问题 将来自己看都看了 如果里面有一个小bug 我光要去解那个bug 我自己要花更多时间 那倒不如我写一个比较简单、明了、易懂的写法 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是经验坛 OK 因为其实说真的一般书里面 不太会讲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历来我觉得我最 花最多时间都在想说怎么写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两种解法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再来看 请各位去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个九九层发表 然后用4圍圈来写的话 这个就有点难度 那所谓的九九层发表 输出的话就长得像 也像这样 稍微缩 缩小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两个4圈 总共四行乘四 不多 四行乘四 然后输出底下这个结果 希望1乘上1等于1 然后一个TAB键 然后再输出 那你会发现前面那个数字是i 后面那个数字是j 等于有两个回圈 如果以那个小学的数学来看 前面那个数字叫被乘数 后面那个数字叫乘数 那再来就是相乘结果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用回圈 快速的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九九层发表的话 该怎么做 最简单 这个你们也可以Google一下 你Google 九九层的话空一格 Python 网路上一堆 但是 最重要是要写的又漂亮又精简又好懂 这需要揣摩一下 当然一定需要什么 一定是需要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叫for i 一个回圈叫for i 那范围就1到9 那把i放前面 追放后面 这样要怎么刚刚好 输出的结果就符合我下面的这个程式 OK 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度高一点点 不过应该也不是那么难懂的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 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的加总部分先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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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